3號強風訊號生效 天文台表示 當本港風勢減弱時 會改發1號戒備訊號 原規集結在香港西南大約660公里 預料向西移動 時速大約18公里 橫過海南島 以向越南北部 天文台指 本港部分地區吹強風 高地間中吹裂風 當風勢減弱時 會改發1號戒備訊號 海陸交通埃曼陸續恢復 多了市民出街 一人提早1小時到中環碼頭 等乘船回長洲的道律 馮之健報道 新渡輪埃曼6點起伏航 未夠5點已經有市民 來到中環碼頭等船 有長洲居民被困市區一晚 終於能夠回家 有船我們就上了 現在又回船回家的心情是怎樣 很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看有沒有入水 窗口 受完規襲港影響 新渡輪多條航線 星期二挨慢6點多 開始陸續停航 北浩波落了之後 多條航線先後恢復服務 環水道就要星期四先復航 入夜之後 由長洲開出的道律 亦抵達中環 但乘船的人不算多 在長洲出來的時候 那個位置是大浪一點 我都不太頂得慎 在小智山那次的情況 是 很多 怎樣好嗎 我覺得好一點 現在他都告訴我 是4點至6點那段時間 可能會再作出決定 而在旺角 店鋪都開門 街上亦都越來越多人 去了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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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 詹姆斯邦那套 沒有想過他會突然間 放假期 打牌 然後下來吃飯 現在又有消費券 今天明天又廉價 有沒有說 洗費可以更多一點 都會的 都會用多一點的 但有餐廳負責人就擔心 生意未必回到來 本身其實預訂已經全部 但現在已經取消了 差不多八九成了 看看有沒有walk in walk in客 因為始終下了波之後 就多些人出來 應該交通方便些 他又說打風 令很多食材運送不到 要自行去街市入貨 成本增加大約五成 有線電視記者馮子健報道